北京时间8月22日,2018年亚运会进行了南排小组赛的第二个比赛,中国队先后挽救7个赛点。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连班三局,以3-22-25,17-25,31-29,25-23,17-15迷转泰国队,取得小组赛首胜。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张晨、中雷军、副攻张哲嘉、李锐、二传李锐明、接应王静尼、自由人连齐,首局中国队发挥市场,完全抵挡不住对方的进攻,以12-25惨败,第二局双方争夺激烈,战成时平。 张哲嘉和王静尼连续扣球出界,11-13,随后对方连续发球得分,11-15,此后中国队事务不断,泰国队以18-13领先,随后对方发球加底线,王静尼扣球出界,张哲嘉快攻下网,泰国队以24-16领先,并以25-17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中国队以李锐业快笑王静尼出任接应,泰国队以8-5领先,中国队利用詹国郡的跳发追成8平,此后双方比分紧扰,双方斩成14平,众围军发球破坏对方秘传,詹国军二次球打中,张哲嘉发球得分,17-15,此后对方绝成20平,双方比分交替上升,占成23平,李锐业扫正强, 反攻打中,对方反击得手,24-25,张晨逆攻下球,25平,此后张晨和众围军进攻得分,先后挽回赛点,27平,众围军反击下球,中国队第四次挽救赛点。 对,方后球15,张哲嘉和张晨商人篮网得分,中国队以31-29扳回一局,第四局中国队以5比8落后,中国队利用李立叶的反击和詹国军的发球得分,追成9平,詹国军发球再得1分,事件9,此后众围军的一传连续不到位,对方连续反击得分。 13-15,中国队利用张哲嘉的发球轮连续得分,以19-16反超,19平后李立叶强攻打中,张晨蓝网得分,21-19,关键时刻李立叶蓝网得分,重围军强攻打中,24-22,最后对方发球出界,中国队以25-23拿下第四局,第五局中国队利用李渊博的发球轮连续得分, 连得4分以4比2领先,此后对方连续反击,追成7平,詹国军超发得分,李立叶和众围军先后进攻北篮,9点10,李立叶强攻打中,对方扣球下王,12平,张晨一传失误,中国队无攻,对方反击得手,12点14,对方发球失误,张哲嘉蓝网得分,14平,对方快攻打中, 张晨一攻下球,15平,关键时刻张国军和张哲嘉双人蓝网得分,张晨强攻打中,中国队17比15取胜,泰国队的拉法卡乌得到全场最高的27分,中国队的张哲嘉得到19分,李立叶打了三局得到17分,众围军得到15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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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